诶 诶 我看到蝴蝶咯 要静悄悄的小步小步走 这只蝴蝶过来了 我才动了一小步而已 它竟然飞走了 算了 我来抓这只好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奶茶 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一次 僵尸昆虫大会比赛的结果 这边呢 我拿到第七名 我发现现在的人越来越厉害了 第七名的话一样有25个宝石 还有5张风格抽奖券 昨天呢 抓到214个之后 我就觉得好累哦 很佩服我们的第一名 竟然有819分耶 接下来就是莉莉要跟你们分享 这一次比赛的结果啰 那莉莉这边是拿到第三名 所以它有一个蝴蝶奖牌 然后50颗宝石 这一次的蝴蝶奖牌呢 是僵尸蝴蝶哦 做的还是蛮漂亮的 还有5张风格抽奖券哦 依照以往的惯例呢 一样就是回家布置奖牌咯 在这边恭喜莉莉已经收集到第4个奖牌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抓僵尸蝴蝶的过程 没错我这边动了一小步之后它就飞走了 我们这边呢慢动作再看一次 可见这一次的僵尸蝴蝶是非常非常的难抓 在这边呢我又遇到了一次 然后呢我就调了一下角度 因为我实在觉得刚刚那个角度非常难抓 结果呢我想说它的距离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当我在调第二次角度的时候 我发现它竟然不见了 哈喽蝴蝶呢 于是呢我就再也没遇到过了 很幸运的是我昨天解锁了这个新的昆虫 原本想说它身体绿绿的会不会也是僵尸昆虫呢 结果不是啦 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又遇到了僵尸的萤火虫 比赛前的时候都一直不出现 结果到我结束比赛之后才出现这个僵尸萤火虫 萤火虫小说也有十分耶 莉莉呢昨天因为僵尸大会的关系就到处先去找 有没有僵尸昆虫 很幸运的呢它在广场上遇到这一只蜻蜓 然后呢它就抓到这个花瓣尾蜻蜓咯 同样都是紫色的虫 怎么僵尸蝴蝶特别难抓啊 然后莉莉在市中心呢遇到了这一只僵尸螳螂 而且它还是帝王的耶 超幸运的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分享影片就到这边咯 你是第几名呢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加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